哇 哎呀 对着篮筐卖力一头 就像奋力拼市政也拼选情 新北市长侯友宜形成满党 不过却还是甩不开恩恩案的阴影 尤其17号新北市举办 哀掉燃疫过世的祈福法会 恩恩爸不但缺席 更痛批新北市莫名其妙 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家人的爱好 恩恩爸的批评侯友宜低调回应 交给司法调查 避免争议再度延烧 不过对手林佳龙没打算轻轻放过 如果我能够担任新北市长 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就是来公布 这一次恩恩事件 这个新北市政府所有的资料 包括这些录音档案 林佳龙紧咬不放 没想到激进党的张柏阳 却在脸书发文炮轰林佳龙 脑袋不知道装什么 把疫情不幸跟选举结合 没想到引发反弹 让他赶紧撤文道歉 另一边林佳龙竞选团队 也快速成行 找来英系立委罗志正 和苏系立委吴秉锐 担任进总副主委 还有属于永延会系统的新北议员 何博文当竞选总干事 林佳龙战队快速成行 不过侯友宜却连 总干事都还没有消息 其实我们会在今天有一场 比较正式的会议 那有结果之后 会马上跟大家报告 我现在还是努力的把市政工作做 市政工作 市民对我的期待 希望每一天都要珍惜当下 努力做事 没有竞选团队 侯友宜还是老神在在 表面上拼市政 私下竞选工作 也快速动起来 十八十周两天 也跟党内市议员参选人 拍宣传照 蓝绿候选人纷纷动起来 新北选情越来越热 欢迎新闻李文玉宋志明 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